我们在此首先要向东甲和李浪区们的前辈致敬 因为他们的坚持才看到有今天 有人说308是人民共振党突破 造成一个空前的胜利 我要在这里重申 308三月8日的选举是人民的胜利 不只是公正党不是人民 但是是这些前辈一直坚持的斗争 到今天我们看到开花结果 所以我们在这里向他们致敬 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坚持 我们没有看到今天的成果 虽然走佛 我们还没有看到很大的突破 虽然有一些突破 但是没有看到自证 没有引起很多西味 但是走佛将是我们下一个战产 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力量 集中在这里 在这里呢寻求做改变 在走佛有所改变 天变天绝对没有问题 我对于走佛 从来没有觉得 这个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地方 我们其实应该抓紧这个时候 走佛 国阵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的强大 非常的稳健 但是呢 事实上 走佛不是国阵的 强大的保留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 所有全国国阵的 不管是马华民政还是国大党 所有的派系都在走佛 争取这个地方 走佛也承示整个 马来西亚里面 马华最分裂的一个州 不管是蔡细利 蔡瑞明 王家定 大家都在这里一针雄词 注入忠言 所以走佛的马华不是团结 武统更加糟糕 武统是五湖乱华 在这里的所有的要做首相的人 都在这里争取支持 所以我们看到走佛的武统 空前大分裂 印度国大长更不用讲 甚至可以用开枪来解决 派系斗争 我们看到 308人民给了一个很清楚的兴趣 给国阵 走佛 全民聘治安 告诉全国的人民 我们现在治安亮红灯 必须要耽误自己 马上进行改革 但是到今天 治安没有改善 每天看报纸 打抢杀人 强奸 每天都有 不是一种 是三四种 我们的警察 我们的警察 有没有照顾人民的治安 白粉可以变盐 钞票可以变白纸 所以你看还没有变天 他们已经先变了 人民明显的告诉我们不要通货膨胀 我们不要物价高涨 为什么物价高涨 来自就是油 汽油涨价所有的东西跟做涨 308之后 我们的首相告诉我们 社医院不会起价 至少到年底不会起价 因为我们关心政府 讲完了第二天起价 起到接近一块钱 这个 这个什么 dissert 要起接近一块钱 其他的跟做起 他告诉我们 这个是国际的需求 因为国际的油价不断高涨 政府必不得已要高涨 新加坡也是起他们讲 现在新加坡落了四次 落价落了四次 但是马来西亚的 降价降一吗 降价降五分 这个是拿我们人民的生活 当做笑话 你就在这个这么严重的 国际的金融危机 国内的治安败坏 国内的人民民不聊生 这样大的严重的问题底下 他们还在争权多利 他们还在每天玩 玩什么 我们叫做音乐的椅子 今天换国防部长 明天换财政部长 再多几天 又要换来换去 今天讲 2010年退休 后来讲三年退休 9号可能又讲另外一个这期 每一天都在改变 所以呢 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心里很明白 如果我们继续让这个国家 自政下去 这个国家 由这一组人自政下去 我们的经济 我们的治安 完全没有改变的可能 所以今天 很多人民 不断的追我 为什么还不赶快 并天 为什么9号还没有成功 所以现在 rakyat hari-hari tanya setengah jam saya dapat SMS orang tanya apa ke perkembangan boleh ambil alih boleh menang pakatan mahu ambil alih kerajaan pusat itu rakyat sudah mahu tapi kita suruh semua kita harus sabar kita memang buat persiapan tapi yang penting rakyat kena kuat rakyat kena usaha rakyat kena soko mahu kita boleh menjai 916 很多人问 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我想呢 我在这里 应该 给大家一个解释 很多人讲 安华 社业 916 没有成功的变天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中国人 看天 就是 观天象 以前的 占星家 抬起头 看这个天体的变化 来知道世界的事情 变天 这个字 是最适合的 以前看到 如果天有流星 掉下来 他就讲 可能这个国家 有难 如果 有天狗 吃月亮 可能 政权要改换 所以你们出去外面 看的时候 天气不好 天阴阴的时候呢 就是可能 要改变 但是我讲一讲 为什么我们选 916 为什么我们不选 10月10日 10月1日 11月12日 这些都是很好的日子 我们选916 它有一定的意义 916 是什么 916是马来西亚的成立者 马来西亚就是在这天成立 我想在这里呢 30岁以下的 如果没有安华奖916 可能都不知道 马来西亚在9月16日 1963年成立 很多人 知道到处都讲 8月31日 因为916 是马来西亚的成立者 马来西亚家住 沙巴 沙拉越 和马来亚 这几个个体 成立了一个新的国家 这个国家叫做 马来西亚 所以我们要大家记得这个事情 916 是我们建国的基础 我们的领导 我们的前辈 争取独立 为了要建造一个公平的马来西亚 所有正同这个国家 作为国家的 祖国的 都应该公平的 有公平的待遇 有公平的发展的机会 这个是我们的承诺 但是这个承诺 被忘记 就像916 作为我们的国庆 被人家忘记 也就是等于说 我们的权益 被人家勇于忘了 所以916 是我们争取回 马来西亚人的尊严 马来西亚人的权益的 这个神圣的质值 所以我们用916 作为我们这个象征性的 变天的志气 916也是沙巴沙拉越人民 记得他们成为这个国家的大家庭的一部分 他们为我们贡献出许多资源 马来西亚70%的资源 来自奴 由这三个州 丁家奴 沙巴沙拉越 这三个州 所贡献 但是他们没有受到尊重 所以我们在916的时候 要求建立一个新的马来西亚 公平对待所有的州 让他们可以团圆在一个新的制度里面 共享 共同 分享我们国家的财富 我们也希望916 华物一印 都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大家庭的族群 我们大家都应该团圆 916就是这个重要的日子 所以我们定916 作为我们的变天 谢谢